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并送上一筐洋梅表达献意 然而大妈不仅拒绝将手机归还 见师主报警后录山手机 这一视频上网之后 迅速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 连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也撰发了这一视频 据媒体报道 宁波海述警方目前已对此事进入调查 网友们近乎一边倒地指责大妈的行为 除了道德谴责之外 法律上对于大妈的行为,又有怎样的规定? 视频中,大妈理直气壮的法文施主我地上捡的,又不是偷的。 是吧,但记者走访多为法律界人士获悉,如果视频中的情况经查证数时,那么大妈不仅违法,甚至可能涉嫌犯罪,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,可能远超其想象,归还捡到的东西可以要求报酬吗? 在一些人的观念里,捡到的东西就归自己所有,甚至有些案件中捡到东西的一方会生成,如果找不到施主,这些东西事实上也是由自己处置,但记者从法律界人士处获悉,捡到失误者既无权占有,也无权处置, 无权法第109条规定,时得已失误,应当扳还权利人,时得人运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,按照法律规定,时得人有归款的义务。 一些律师告诉记者,我们从小趁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,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,其实包含卓朴素的法理, 近年来社会上也出现一些识的人,因为等候施主或将财务送款施主耽误了工作时间, 或支付乘车费用又一定开销,向施主索取一定费用的事件。 这些事件往往引发争议,这与大多数人学尽不昧的道德观念相悲,然而这样是完全不合理的吗? 务权法第112条规定,权利人领取一失误时,应当向施的人或有关部门支付保管一失误的支出的必要费用, 务权法并未确立时的人的法定或筹权。 去律师介绍,实践中有施主主动提出悬赏,那么领取一失误时,应爱承诺支付报酬, 而施主要求归还,施德者却拒不归还的行为,就属于不当得利。 去律师介绍,实践中有施主动提出的必要费用,